我知道你現在需要都是什麼 我現在需要是男人啊 哈哈哈哈 沒有啦 等一下 哈哈哈哈 摩斯漢堡剛往線上購物專區 到底好不好吃 今天呢我們就是買了摩斯 它這些線上購物專區 其實有很多的商品 因為大家可能每次去摩斯漢堡的時候 都是充充忙忙 可能不會特別去注意到說 有這些周邊 還是有這些小周邊 因為我們這次發現 它除了就是在櫃檯後面 它線上購物也有專區 對 然後你就買了幾樣商品 一一來試給大家 就是那些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我們就趕快吃看看吧 我們的第一樣商品呢 它是摩斯漢堡跟味覺糖一起合作的商品 它叫做疊疊樂軟糖 這樣子一包軟糖180克 大概是169元 那它是日本直送的摩斯漢堡的商品 據說非常有趣味 因為它一般這種軟糖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它就是一個漢堡 但我們不是 沒有錯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從柔軟糖開始 對 你也可以雙層牛肉幾次飽也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做我們自己的漢堡 好…可以 它的料呢 它其實口味每一種 它就是不同的東西 謝謝後製 看表格 我覺得這還滿適合金子同樂 可是呢 小朋友呢 可以創造出煮自己的漢堡 你看它這個是平面的 然後上面的麵包 它就是圓圓的 它有一個封頂的概念 哦 誒 誒 這本人 這很detail 因為是糖果吃太多了 你就知道我想說吃了很少的糖果了 就是你可以疊出一個很屬於你自己的 不知道它是不是因為我做成那個形狀的關係 但本來它那個水果味不是說那麼明顯 所以你有吃到芹菜肉的味道嗎 沒有 並沒有 我覺得它口味上來講都有點偏酸 然後我覺得是適合小朋友 它可以盡情發揮創意 它可以去組合自己的漢堡 我覺得算是一個滿適合金子同樂的商品 就是如果說以味道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能也要考慮一下 就是說有沒有適合這樣子的一個商品 好 那我們就下一樣吧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第二樣 這個真的是看起來就很健康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叫做 一盒 它一盒的話價格是 我覺得稍微 剛剛都沒有 150塊耶 可是有12條 12條 然後它是這個是兩種口味 我最喜歡一盒有兩種口味的東西 對 它這樣子 可是莓果跟可可的口味 其實我覺得 蠻特別的地方是說 我們絕食可以吃 它幣真的是有竊 還蠻大條的耶 它好像那種就是 營養補充棒的感覺 對 它入堅果的煎米香 它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糙米啊 杏仁條啊 南瓜籽啊 嗯 等等之類 它有什麼花蓮的黑樹豆 好健康喔 嗯 感覺很健康 的確有一點 泵鼻胖的感覺 可是它米泵鼻胖又多了很多堅果 堅果的味道 然後呢 我以為就這樣結束了 就又有一點點莓果的味道 莓果的香氣就又慢慢流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不錯耶 上面它有說 它是 八種嚴選的 骨骨跟堅骨 我覺得一份這樣的話是 其實還可以補充滿多的硬養 嗯 要不要吃吃看它我的 嗯 嗯 感謝妳想吃我的一個 我吃吃它 嗯 一開始妳會覺得 就是巧克力怎麼沒有那個 我想像中的巧克力 對 沒有那種牛奶巧克力的甜味 但是妳咬到最後它其實是很香的 這一個啊 它的那個堅果味會比較重 然後這個巧克力味還是 用巧克力的味道 然後去把它裡面的那種堅果啊 味道包覆在裡面 所以它的味道比較不會那麼粗顯 一條大概就是一百多大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拿來當早餐或是點心 我覺得蠻適合的 因為相較於其他零食 它是可以補充真正的營養 有些人不一定會敢吃 對 堅果類的東西 對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覺得四百五 算是它裡面的東西還蠻豐富的 嗯 我覺得可以慢慢看 那我們就下一道吧 第三樣商品它的名字好可愛喔 它叫做黃金韓吉片 對 韓吉 上面的韓吉超可愛的 對 它分別有就是 懷舊的乾梅口味 阿拉伯糖口味 跟米亞口味 這樣子的話一包一百八十克是 一百二十塊 我覺得這個還算便宜 便宜啦 畢竟它口味多嘛 對 對 跟外面賣的不太一樣啊 我覺得它整個包裝算是蠻有質感的 對 它是夾麵包 對 它說它是使用台濃五十七號的地瓜 所以它是台灣的地瓜耶 對 就是摩斯的東西 那是用台灣 對 台灣的地瓜 然後圓塊去把它切片 我們就一樣一樣試吃 我們先從 算是沒有什麼一律的口味 就是叫 乾梅酥片 乾梅酥片它就是上面就是有一點一點的 它就是乾梅的口味 搭配的蠻剛好 口味上就是不會太酸 不會太重口味的那種 只有安全牌 而且我覺得 斑薯片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 酸水的部分 像我覺得這個 雖然我還蠻推薦的 那如果有些人他就是覺得說 他不喜歡吃乾梅的口味 他喜歡吃比較 比較有鹹甜的感覺 他就是可以直接挑 阿拉伯糖 跟麥芽 對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那我覺得這樣商品的話 會比較適合就是那種 長輩比較怕甜 那我覺得這樣商品的話 他喜歡吃清湯一點的 對 對 會適合這樣子的口味 那如果是平常比較 比較重口味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這樣子的 因為他的味道真的很淡 嗯 那我就會推薦 麥芽 它上面有時候那個糖會很多 會一大塊 那你吃進去的時候 它的薯片已經融化了 但是麥芽糖就黏在你的牙齒上 那我全體就是說 它的那個麥芽 沒有可能平均的 食物在每一個薯片上面 所以就是 有多有少 這好像那個 就是爆米花 整個爆米花 然後有的部分是 很好吃很甜 有特別甜 會不會沒味道 它有點這樣子的感覺 對 可是我覺得它的 口味上是好的 因為它反那個薯片 嗯 然後又加上那個麥芽糖的甜味 對 我覺得就是整個就是一個 讓人很開心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這三樣商品 我覺得就是它各有各的 各有各的 對 就是看你如果你喜歡吃甜的 那你不太在意糖分的社群 你就選麥芽 但是缺點就是 你要不怕黏牙 對 對 這我覺得有點煩 不怕黏牙 那這個你要不怕不甜 對 這就是你如果真的不能吃太甜的 或者是你覺得 就是偶爾想要吃一點零嘴的話 那這一個可以選擇 嗯 然後這個的話 它就是比較 大家怎麼會 對 就是你真的很喜歡吃 乾美的話 它的乾美味道是夠 然後再來大家很在意的那種脆度 覺得都是有達到標準的 有 就是以薯片來講 覺得 算不太OK 然後價格的話 因為分量還滿大一包的 對 滿大一包的 這樣是120 所以其實跟市面上的價格 如果以摩斯的價錢來說 我覺得不會差太多 不會太誇張 不是切的價品感 對 那我們就下一包吧 不知道你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你需要這個 蒙蛋準備好 因為這是可可 可可 摩斯的可可 這個大概應該都喝過 但我沒想到它其實還有 隨身攜帶版 補充包 對 隨身自己享受 就是想要的時候就來泡一杯 就沒有泡沫死去 對 那這樣子一包的話是 350克 是150塊 第一個人喜好 需適量的可可粉 加入熱水機 熱牛奶 均勻的攪拌即可 簡單四個字 就是你爽就好 泡啊 對 其實它寫了那麼多重包 所以我覺得就是看你 對 看你想要怎麼泡 那我就整包下去啦 整包下去 整包下去加水 直接喝啦 對不對 他雖然是說 好像一個人的喜好 對啊 其實它應該沒有幫我們想說 我們個人的喜好 會那麼的 那麼濃縮 對 它的那個味道上我覺得 算調製的滿均勻的 就是 因為市售的很多的可可粉 它其實都會比較偏甜 不然就是偏 但是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說 它是甜還是酷 因為我覺得它是中和在很中間的中間質 可以啦 如果你們真的也很喜歡喝可可的話 對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螞蟻圓的話 我比較不建議 因為它的甜度真的很好 因為小朋友就是 他們就是要喝那個什麼 阿叉甜啊 什麼美茶 對對對 如果你是買普通包 它肯定就是還要想辦法去用罐子 對 就是你可能家裡有透明的那種保鮮罐 你就把它裝進去 然後把綠封起來 它口感才不會跑掉 也不會受潮 甜品類都會讓女生比較開心 我覺得它是滿適合女孩的感覺 對 還算滿不錯的 不錯 然後我建議給大家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總結一下吧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 可可 可可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幾樣商品裡面 這個的話我覺得以這邊來說 我覺得這個可以先不用買 除非你剛剛很喜歡吃軟糖 對 那你就買 因為它可以好玩又好吃 對 它娛樂性質居多 可以買給小朋友 對 其實你是全負責 或是你比較喜歡健康的東西 嗯 這個就是之後就好了 對 就是你可能上班啊 你肚子餓 但是你想吃點零食 那這個可以 那我心中給比較高分的其實是那個飯水片 嗯 飯水片 然後我的第一名是 我覺得是乾美 你說味道嗎 真的還是乾美 才不會很快就膩 因為它必定就是鹹甜鹹甜的 就是比較經典的飯 嗯 對 沒錯 但是我們對於這個補充包 這在於人家 對 就是它的那個 味道上 就是很適合女生 對 然後整得很好 今天所有商品裡面 我覺得最推薦的會是這個可可 這樣子 那這些資訊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囉 我們是好熟少女 在雙周圍的晚上七點 都會準時上片 喜歡我們的花 記得 按讚加訂閱 還有分享跟開啟下面的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